教育训练证明以一年以上者的减负以取得之职前教育训练证明 保险业务员管理规则修正日期 民国105年4月6日第1章通则 第1条本规则依保险法以下简称本法第177条规定定定之 第2条本规则所用名词定义如下 1.业务员 指本法第8条之一规定之保险业务员 2.银行 指经主管机关许可则一间营保险代理人或保险经纪人业务之银行 3.所属公司 指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银行 4.各有关工会 指中华民国产物保险商业同业工会及中华民国人寿保险商业同业工会 5.经营同类保险业务 指所经营之业务同位财产保险或同位人身保险 3.业务员非依本规则办理登陆 领的登陆证 不得为其所属公司招揽保险 业务员与所属公司签订之劳务契约 移民法及相关法令规定办理 第四条 业务员的招揽之保险种类 由其所属公司定之 但应通过特别测验时的招揽之保险 由主管机关审卓保险业务发展情形令定之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保险业务员管理规则 105年4月6日 第二章 资格之取得及登陆 第五条 保险业务员资格之取得 应年满20岁 具有高中 值以上学校毕业或同等学历 并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 参加各有关工会举办之业务员资格测验合格 二 曾以本规则办理登陆且未受第13条或第19条撤销登陆处分者 参加前项第一款资格测验者 应一个有关工会所定之业务员资格测验要点规定报名 各有关工会的考量保险市场发展情形 预报经主管机关核准后 举办单一保险种类之业务员资格测验 前二项业务员资格测验要点由各有关工会 订定报主管机关被查 中华民国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 以本规则办理登陆且未受第13条或第19条撤销登陆处分者 不受第一项有关学历之限制 第六条具备前条第一项资格者 的填妥登陆申请书 由所属公司为其向各有关工会办理登陆 各有关工会应将审查合格之业务员通知其所属公司 以凭制发登陆证 所属公司并应于每月十五日前 将上月制发登陆证情形报各有关工会汇总 登陆申请书 登陆程序及登陆证之格是与应记载事项 由各有关工会定之 以领有保险代理人 保险经纪人职业证照者 的向主管机关缴消职业证照后 减负缴消职业证照证明 由其所属公司为其办理登陆 曾受第十三条或第十九条 撤销业务员登陆处分者 应重新参加前条第一项 第一款锁定资格测验合格 使得办理登陆 业务员于招揽保险时 应出示登陆证 并告知授权范围 但主管机关令有规定者 不在此线 第七条 申请登陆之业务员有下列情绪之一 应不予登陆 已登陆者所属公司应通知各有关公会注销登陆 一 无信未能力 限制行为能力或受辅助宣告尚未撤销者 二 申请登陆之文件有须未知记载者 三 曾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规定之罪 经有罪判决确定 尚未执行完毕或执行完毕 缓刑其满或赦免后尚未于五年者 曾犯未造文书 侵占 诈欺 被信罪 经宣告有其徒刑以上之行确定 尚未执行完毕或执行完毕 缓刑其满或赦免后尚未于三年者 五 违反保险法 银行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 信托业法 票券金融管理法 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 不动产证券化条例 证券交易法 期货交易法 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 管理外汇条例 信用合作设法 洗钱防治法或其他金融管理法律 受刑之宣告确定 尚未执行完毕或执行完毕 缓刑其满或赦免后尚未于三年者 六 受破产之宣告 尚未付权者 七 有重大丧失在性情是尚未了结或了结后尚未于三年者 八 一第十三条规定受撤销业务员登陆处分尚未于一年者 九 一第十九条规定在受停止招揽行为期限内或受撤销业务员登陆处分尚未于三年者 一领 以登陆为其他经营同类保险业务之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或银行之业务员未于注销 而重复登陆者 一 以领的保险代理人或保险经纪人职业证照或充任其他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或保险公正人公司之负责人者 一二最近三年有事实证明从事或涉及其他不诚信或不正当之活动显示其不适合担任业务员者 第八条 各有关公会及所属公司应备制业务员登陆档案 依序编号 并在名下列事项 一 业务员之姓名 姓别 出生年 月 日 住所 登陆证字号或身份证统一编号或台湾地区居留证统一编号或外侨永久居留证号码或大陆地区配偶零有长期居留证 建统一证号业务员资格测验合格年度登陆证有效期间 二所属公司名称所在地级电话 三 登陆年 月 日 四 有变更 停止招揽 注销或撤销登陆者 其是由 五 授权业务员招揽行为之范围 六 的招揽之保险种类 七 其他经主管机关规定应与登陆之事项 利害关系人于必要时 得向各有关公会及所属公司查询业务员之登陆 各有关公会及所属公司不得拒绝 第九条 业务员登陆证有效期间未五年 应于其满前办妥换发登陆证手续 未办妥前不得为保险之招揽 业务员换证作业规范 由各有关公会订定报主管机关备查 第十条 业务员有异动者 所属公司应于异动后五日内 依下列规定向各有关公会申报 一 登陆事项有变更者 未变更登陆 二 业务员受停止招揽行为之处分者 未停止招揽登陆 三 业务员有第七条 死亡 丧失行为能力 终止合约 或其他终止招揽行为之情事者 未注销登陆 四 业务员有第十三条或第十九条撤销之情事者 未撤销登陆 前向第二款至第四款情形 业务员应向原所属公司缴销登陆证 前向第三款业务员之异动日 应以业务员办妥异动手续日未准 所属公司在办妥异动登陆前 对于该业务员之保险招揽行为仍视为所属公司之行为 所属公司如有停业 解散或其他原因无法继续经营或执行业务者 因为其业务员向各有关工会办理注销登陆 所属公司未办理者 业务员的为由其所属公司之商业同业工会 向各有关工会办理注销登陆 业务员与所属公司之劳务契约终止后 所属公司无正当理由不予办理注销登陆者 业务员的向其所属公司之商业同业工会申请处理 前向申请是由经查证属实者 各有关工会应依本规则规定办理注销登陆 并通知所属公司第十一条 第四条之特别测验 由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 各有关工会或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可之保险相关机构举办之 业务员从事第四条 所定应通过特别测验之保险招揽前 应通过前向测验机构举办之特别测验 并由所属公司一第十条 第一项第一款向各有关工会办理便更登陆 使得招揽该种保险 业务员受第十三条或第十九条撤销登陆处分者 应依前向规定重新参加测验和隔并办理便更登陆 使得招揽该种保险 露天拍卖 并且不及其他人